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唱的飞飞已经获得了190.83万热力值 高居第一名 毛不易遥远的她获得169.22万热力值 排到了第二名 上一旬爱语痛的边缘获得了131.23万热力值 位列第三名 可以看到言明喜正在逐渐的拉开差距 后面差距只会更大 言明喜第一期节目就获得了如此亮眼的成绩 也难怪很多人会把她跟邓紫棋联系到一起 同为香港女歌手 同样在内地没有名气 同样是参加内地综艺 被观众熟知 不能不说这两人确实很像 不过网友们很好奇 言明喜到底有什么过人之处呢 凭什么她就能力压其他15组歌手 高居热力值榜单第一名呢 言明喜这个名字对于内地观众来说的确比较陌生 不过她在香港乐坛也算小有名气 2021年参加TVB选秀节目《生梦传奇》 获得三六冠军出道 去年16岁 现在也才17岁 绝对的实力新生代 这样一个新生代歌手 言明喜具备很多优势 第一 实力摆在那里 16岁就获得了《生梦传奇》三辽冠军 实力雇佣质疑 相信大家听了言明喜演唱的《飞飞》 也能感受到她的歌唱天赋 就连张学友 谭永龄都对言明喜赞不绝口 能入这两位法演的歌手 不会是平庸之辈 第二 在内地没有名度 是劣势也是优势 没有知名度可以理解为没有人气 没有人气也可以理解为有新鲜感 严明喜的出现对于内地观众来说就是新鲜的 大家都喜欢看到喜欢的人或事 尤其是能带来惊喜的新鲜的人或事 严明喜就是一个能带来惊喜的新鲜的歌手 自然就能获得不少的支持 第三 严明喜是TVB力捧的新人王 别忘了 声声不息是湖南卫视联合香港TVB推出的 庆祝香港回归25周年的特别节目 TVB至少拥有一半的话语权 甚至大半的话语权 而严明喜又是TVB生梦传喜三料冠军 TVB让他来参加生生不息 势必会竭力打造他 所以这190多万热力值里面 多少还是有水分 要争论唱功 其他歌手暂且不说 同为新生代歌手的善依纯 就不是严明喜等比的 更何况善依纯的神气很高 严明喜的热力值却能超过善依纯这么多 没有注水 谁性呢 总之TVB这一次肯定会不遗余力地打造严明喜 仔细想想 香港乐坛的确很久没有出现像邓紫棋那样的歌手了 现在需要打造出一位亮眼的新生代歌手 就是严明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